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请到眼眸厅的法律观察员是周百林律师 周律师好 江涛你好 今天真实故事的女主角 她被银行追缴一笔钱 这笔钱是一笔巨款 有25万元 但是她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在这个银行有过这样一笔欠款呢 故事由此展开 老公,你回来了 来,你来 你干什么呀?敲敲敲面的 你过去坐吧,我先跟你说 今天想担我身份呢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你上个月有25万的信用卡账单 25万信用卡账单 你花钱花在哪里 我没扮过信用卡 没扮过?有什么可能? 没扮过为什么要有信用卡账单 你回来了? 我不知道 那是不是你的身份证不见了 被人执着去扮? 没可能 我刚才把我的身份证放入巨桶 那就更奇怪了 敏敏,我们结婚了一大半年了 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都不跟我说一声 我不知道,我没用过,我没做过 你不知道?你没做过? 上面明明是你的名字 要清清楚楚 你说你不知道?你这么做 你当我是什么?我是你老公 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你要钱,你跟我说 你买什么,我都会买给你的 为什么瞒着我?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见得光的事 你说 你怎么说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过那份 我借我,你怎么想 花了这么多钱,一点都不清不楚 你说呀,快说呀 说呀,人工 我去哪儿了? 妈,我真的很害怕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差那么多钱 我真的一点都想不起 我真的很害怕那件事会发生 如果发生的话,我怎么办 好,我会保守秘密交 我不是让关心知道 好,我知道 好,老婆 老婆,过来坐下 我有点东西要跟你说 好 坐下 对不起,老婆 对不起,老婆 干什么? 其实,昨天我不应该这样跟你说 没事,我根本也没有想 老婆 在你身上,我们结婚也要大半年了 虽然你是离婚 但我一点都不介意的 我只希望我们以后好好地生活下去 老公,我… 我知道,你以前熬过很多苦 但我们现在是两夫妻 我只希望你以后有什么都跟我说 我们一起去分担,好吗? 老公,我知道你关心我 但是我… 是谁? 是谁? 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老公,你陪问 什么事? 你干什么? 你陪问差我加了75万 75万? 现在已经过了换款日期 还钱吧 老婆,什么75万? 我都不认识你们 我什么时候借你们的钱? 不认识我? 老公,你之前说做生意 借了我75万 你这箱子是借句 上面白紫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还有你的指紋,你做相抵脸 老婆,做什么生意? 为什么要欠这么多钱? 我不知道…我没有 老婆,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你是不是想明数? 好,把我都放过去 你干什么?你怕什么? 你们好酒吧,不然我报警 报警?退一趟 老婆,你们要宣伐 你们要宣伐,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好 你…你给我多少时间 我一定还…我一定还 好,我就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你还不还钱的话 你们两个跟我小心 我去走 省定点 记住,生意 老公… 老公,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好… 流血了 怎么办?我相信你可以… 我相信你可以… 你拿着刀子 老婆,你可以不可以说 信用卡欠二十五万 外面欠七十五万 一共一百万 你到底怎么办? 你为什么要花钱都这么多钱 老公,對不起,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說 但是這些債,我可以自己負責的 你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我現在頭都被人賭穿了 還說不用我擔心? 只要這些錢還了我,就沒事了 培文,你懂不懂我是你老公? 無緣無故在外面差一百萬 但我知道的權力也沒有? 我…老公,你…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理 這是我的事,你不要再理好嗎? 你的事…這麼大件事還說自己的事 你當我是甚麼?我在你心目中是甚麼? 不當是擺設? 不是… 好,不是,那你跟我說 你借這麼多錢做甚麼生意? 我…我…我不能說 你不說吧? 好,那我們就離婚了 老公… 妻子竟然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況下 以做生意為由借下巨款 還不肯說出借款的去向 一向賢惠的妻子突然做出如此反常的行為 讓關心感到十分憤怒和疑惑 她選擇了和裴文冷戰 希望能逼裴文說出借款的真正原因 可緊接著卻發生了一件讓她震驚的事情 老婆, 你在做甚麼?老婆 你沒事吧?你怎麼這麼傻?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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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錢, 媽, 我不好 我不會跟他吵架 媽 醫生說文文沒甚麼更大的 只要好好休息就沒甚麼事了 文文啊 文文 媽 為何我女兒的名字這麼苦 是不是 媽, 對不起 你現在跟我說對不起有甚麼用 其實你是不是因為文文在外面 借了人的錢, 你才替他吵起你 我不應該逼你說出這件事的原因 阿神, 你出來一下 我有話跟你說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傷上障礙? 傷上障礙?是什麼? 傷上障礙在醫學上說就是精神病 也真是情感障礙 我女兒文文, 她就得到這種病 什麼意思?文文有精神病? 傷上障礙, 患者在發病的時候 一直保持亢奮 或者是極度憂鬱的狀態 不是, 在期間所發生的所有事 她是一點印象都不知道的 什麼? 對不起, 阿神 是我…是我叫我女兒隱瞞了她的病情 我真是怕當你知道才知道 嫌棄我的女兒 但其實文文兩年前已經治好病 沒有再復發了 為何會這樣? 為何會這樣? 我一天文文, 她很緊張地打了電話給我 她說她在外面欠了人家很多錢 但是她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期間她已經知道自己的可能 我的救病已經復發了 但是她何止不敢跟你說 她怕跟你說了之後會失去你 不是, 文文也有跟我商量過 她是準備把我們住的房子賣掉 然後靠你還債 但是…我真的想不到我傻女 傻女會做出這種事 放心, 我一定會治好她 好, 文文, 你替我站住 你們又想幹甚麼? 你以為你們跑得掉嗎? 已經過了換府二十期了, 還錢了 還甚麼錢? 我老婆根本就忘記借過你們的錢 一個還日精神病的人 簽個借條是沒有法律效應的 真是好笑 我還沒見過這麼無賴的人 我沒錢還就說自己有精神病 就像你所說 每個人欠錢都說自己有精神病 那你錢還要還? 信不信由你 我剛跟她做出精神鑑定 她還了傷相障礙症 這是證明的 你可以看看 看清楚 阿姐, 我認識法律的 你拿出一張爛鬼證明來 出來有鬼用嗎? 給你去看看 看清楚 這個就是我轉帳給裴文的轉帳單 只要轉帳是真實存在的話 無論她是不是有精神病 她也要還錢給我的 你們不還錢給我 我到時把你全部告到法院 她到時你贏還是我贏? 老婆, 你真的一點都記不到 又借過他們的錢? 我真的一點印象都沒有 聰明的就快點還錢 要不然, 看又如何 好了…你們閉嘴好不好? 我女兒的錢, 我來還了 我告訴你們, 我最多賣掉我的房子 還錢給你們那兩天 女兒, 走, 我們 是聲好說 進來 赫珊, 還沒睡 是, 還沒睡 有些事我想問問你 阿文文是不是這兩年都沒有發病 是呀 那阿文文發病是否有甚麼原因 比如說有人刺激他 是呀 醫生跟我說過 文文這種情況 不能帶他去鬧圈花的地方 還有不可以跟別人吵架 更加不可以受那些語言刺激 其實我想想, 文文他一直在家裡多 而且你又對他這麼好 我真的想了極不明白 究竟甚麼會令阿文文無緣無故發病呢 照你這麼說 你說會不會有人特意刺激他 然後利用這一點來騙他的錢 你會不會有病人嗎 誰這麼囊 不管怎樣也好 我一定要查清楚這件事 還有查清楚文文發病的原因 避免以後出手的刺激 這麼好 我真的想不明白 究竟甚麼會令阿文文無故發病呢 那照你這麼說 你說會不會有人 特意刺激他 然後利用這一點來騙他的錢呢 誰這麼狼啊 你怎麼都好 我一定要查清楚這件事 還有查清楚文文發病的原因 被免給以後出手的刺激 關心用網銀查看 培文的信用卡信息 發現培文的信用卡 是上個月辦理的 關心來到開卡行進行查詢 希望能了解 培文開卡時的情況 銀行為關心提供了 培文前來開卡時的錄像 裴小姐來的時候 她的狀態很正常 行業都會來調理的 她當時來的時候 是不是一個人來的 當時我才打她的 她沒有帶任何人來 那我可不可以 Copy一份示範帶走呢 可以 隨後 關心又查看培文的信用卡消費記錄 發現培文在幾家經店 都有大筆的支出 關心前往經店 查看培文購物時的監控錄像 終於讓她發現了一條線索 是她嗎? 是誰? 她的齊米賢, 是文文的前夫 我…我明白了 原來是文文消費了這麼多錢 全部把東西給她 每件事都沒有帶回家 等等… 你可不可以把東西放大給我看嗎? 手筋… 沒理由… 沒理由連手筋還在她手上 沒理由 媽, 你幹什麼? 陳偉賢, 是陳偉賢害文文的 文文指揮她的病法 就會對自己害怕的人言聽計從 她最害怕的人就是她的前夫陳偉賢 怎樣才能刺激文文等她再病發 那就是只有陳偉賢知道的 原來是這樣 就是那個陳偉賢 拿著這條大血的毛巾刺激文文 才令她病發 是 好, 我一定要找你算帳 我現在就是捕捉 媽, 你冷靜點 我們現在暫時沒有充足的證據 交給警方 警察不會抓人的 以我看, 陳偉賢很昏滑的替身 他可能跟那幫追債是同伙 如果他們有心害人文文的話 他肯定有喉嚼, 所以我們不可以強行來 我們要想辦法找到證據 我們要去找你 這次我真的要找你幫忙了 文文, 遇到麻煩了 文文在外面被騙了一百萬 現在人們追求他, 他的命都難保 我現在沒辦法才來找你 文文已經結婚了 有什麼事, 找他老公搞定吧 不是吧 阿賢, 你別提那條死路了 文文一出事, 鬼影都不見了 是, 其實我也知道文文有這種病 我想找人幫忙, 照顧他真的很難 沒辦法我才想到你 因為你以前和文文曾經都有感情 我買了, 最多這樣, 我連我的棺材館都貼給你 加起來也有百多萬 行, 你放心… 這件事交給我, 搞定了 真的嗎? 好了… 如果下午我把錢拿來 我帶文文文, 你可不可以立即帶他去廣州 我們這麼有情有義的人, 誰說不可以 你下午錢一到, 我馬上帶文文 先回鄉下, 避兇風頭 好了, 那我立即快去訂票 不下午我就帶你錢 和文文在一起在東方餐廳等 錢呀, 我…我沒錢 你說什麼?你約我出來我還錢 你居然說沒錢?你別耍 你幹什麼? 沒錢, 豈不是想死 大哥…要命, 我說… 錢在陪文和他的前夫, 韋營那裡 韋營? 韋營, 韋營說主陪文把錢全部給他 他…他就要帶陪文走路 什麼? 韋營騙我們? 你老實跟我們說, 他們到底在哪裡? 你還說… 他…他們現在是在東方餐廳 好, 我們快去找他 老實說, 我跟你說 來吧 來了? 是呀 不用找了, 去廁所 那些錢有沒有帶來? 有, 看看吧 陳和賢 怎麼了…你們幹什麼? 破街玩耍 你們幹什麼? 什麼事… 全都給我殺死了 走, 走 是抱的 先放手…慢慢說… 真棒, 陳和賢 竟然敢負責我們, 賭掉這筆錢 不是, 我是想拿多錢跟你們分 是真的嗎? 吹嘴吧, 要不是我們來找你 你早就把他吞掉了 什麼?你們認識的 究竟發生什麼事?快說清楚 閉嘴 麗姐, 你先放了我 別管老婆婆, 我們再拿錢 才慢慢計算 人也是你, 鬼也是你 當初說好了, 大家一起去刺激那個女兒 你稍後他寫借條, 我匯本給他 你再控制他把錢轉入你的帳號 這樣他就無緣無故欠我們七十五萬 等我拿到錢之後, 大家平婚入 你現在敢背著我們, 拿錢穿草? 你當我們傻的? 還給我錢 不要… 放手 你整班老千來這樣害我的女兒 你還錢給我, 還錢給我 你還錢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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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錢給我 你這幫老千, 今天過了一米子走 我已經報警了 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 我只不過是拿回陪門欠我的錢 你報警又怎麼樣? 他只要還給我的 我有借據 借據?你們剛才說的話 我已經拍下小子了 原來就是你們一切 何欠問問的 陳偉賢, 你這個壞人 你現在等著警察來抓你了 不要 警察不要 不要 警察不要 不要 不要 放我 不要 這個壞人終於有報應的 你該怎麼停 陳偉賢和趙立被警方給抓了 這倆人夠壞的 陳偉賢是裴文的前夫 而趙立是裴文的好朋友 正是這壹個前夫 壹個好朋友 把裴文給害了 這倆人先是設計 讓裴文精神障礙發作 然後在裴文發病期間 然後又引誘他去辦信用卡 然後再刷卡 然後再轉移75萬元 最後導致裴文還欠別人75萬 這倆人是壞到家了 那麼他們倆這壹系列的做法 違法了嗎? 屬於違反哪些條例的呢? 他們倆的這種行為 我認為在刑法上構成了一個盜竊 因為他的前夫陳偉賢 他其實並沒有虛構一個事實 來讓裴文來給錢給他 他只是設計讓我們的 裴文就是精神病發作 然後他再讓裴文把這個錢轉到自己的賬戶上面去 我認為在這個時候裴文因為他在發病期間 他這個心智是不健全的 可以類比於一台壞掉了的機器 而在這個時候我認為機器它是不能夠被詐騙的 所以它應該算是一種盜竊行為 那麼根據我們國家的刑法呢 這是一種刑事犯罪 他們也將受到法律的嚴懲 所以這個陳偉賢和趙立 這兩個不仁不義之人 一定會受到法律的嚴懲 所以這個像裴文這樣的人呢 如果一旦自己有精神疾病 那麼他的家人一定要起到這個看護的作用 以免有這樣的一些意外再次發生 好了 也感謝周律師的解讀 看故事變法裡 感謝各位收看今天的真實故事 明天見